继续说曼联,第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所有的好门里面 我说一个比较夸张的 曼联是目前所有好门里面重建时间最久 但是还是依旧一地鸡毛 看不到比较大曙光的一个球队 我们先看一下 阿森纳最起码温哥辞职的时候 要比佛爵耶要晚了几年 而且佛爵耶到今天整整十年 差不多一二到一三在一起整整十年了 曼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说偶尔进过欧冠 欧罗拿过欧罗巴的冠军 但是在比赛本身联赛里面的 表现的竞争力上 就没有实现绝对像国际米兰 AC米兰那样所谓差不多完成的重建 对不对 然后同理我们将曼联 跟其他几个重建的对来比一下 阿森纳 无非就经历了一个DNA主教练 觉得不行换了 来了个艾美里还不行 最后再给一个DNA 但是这个DNA他选的很对 曾经的球队对着 关键是他十从挂掉了 关键是他还是符合阿森纳的 这种技术流打法的一个主教练 那么现在我硬着头皮就让你来用 就坚持让你来打 哪怕水塔开始被骂成那样 阿森纳高层不说多余话 就我坚持 你们随便骂吧 我们也不为所动 对不对 最恐怖的是 阿森纳现在已经成行了 80% 阿森纳未来在2425年 绝对会出成绩的 大家 你看那球队现在踢的打法阵型 踢的多棒 一堆年轻人 接下来就是超市大开给中卖 他也能回笼资金的 这就是阿森纳 目前来说 说85%的完成重建 没问题吧 再看一下那边 AC米兰跟国际米兰 国际说白了 就是从我们说 莫拉第到拖鞋时代 拖鞋时代混乱了几年 但是到苏宁拿到之后 苏宁的第二年 人家也开始实现了 基本的重建 所以也应该感谢那个人 就是孔帝 不然他到今天 没有这么迅捷的一个重建成功 所以孔帝一直是 我在当今世界座谈 推崇的就是最有性价比 如果你想短时间 两年之内就能 取得差不多的成绩 孔帝是第一人选 没有之一 这就是孔帝 当然我们说的孔帝的风格 跟刮吊拉是不一样 刮帅这种是我有自己的理念 我完全就按我的模子 我们指的是孔帝这种 既差既用的能力 当今世界座谈 真的 如果你想要短暂时间 选孔帝 没有错 再看一下AC米兰 AC米兰那边就经历过 之前李哥那些祸祸之后 但是人家现在就本本分分 踏踏实实 滴滴掉掉 慢慢在一家里面 该有个第二第三的竞争力 欧冠也回来了 慢慢婆娑的给钱走 而且现在对面年轻人也不少 然后呢 一步这样的人进来 接受地步 该带队 带着队 球队也不面临太大的一个舆论风评 也差不多人家向前进 对不对 再看另外一个 被大家现在诟病最多的巴塞罗那 我给大家独胆做一个预测 小七哥的预测 90%多 基本还都能应验 我认为巴塞罗那的重建 时间一定会短于 曼彻斯特连 我预演的是巴萨 重建 应该在25年之前就可以完成 这个所谓的重建的标准上 最少拿到一个国王杯 或者联赛冠军 同时欧冠里面能进 能进前八强 这个条件不低了吧 那么我现在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刚说了 这几个航门的重建 时间都要比曼联短 很重要 一 曼联这个队因为历史 走上复古 历史原因 他有很大的粉丝基数 同时呢 他是英超最具影响力的俱乐部 所以当他开始重建的时候 他这个队永远处在一个超级 出圈的一个曝光下 也就是大家今天所谓的 这种网红球队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 就是他所谓的民宿 给刚才第一个原因里面 加了几八户 让这个球队永远处于一个 比较相对浮躁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我类比一个国内的俱乐部 不是说批评 但是这个俱乐部 我之前就坚持说了恩言 就是我们说的生花 生花也是这样的 每个赛季冰炒麻将 砸了无数多的钱 但是每一次提起比赛来 就剃的特别浮躁 然后最终成绩就很难 特别像 那么第三 也就是回归到竞技层面 打法层面 曼联跟别的这些重建的不同在于 曼联这个队在佛学院时代 他没有一个固定 大家说 你说瓜地奥拉时代的巴塞罗那 不用说瓜地奥拉 巴塞罗那这个俱乐部 你提起他 从最早 哪怕里克尔维亚 萨维尔拉那一波 当时踢的那么差的时候 他依旧踢的是技术流 你提到他就是技术流 你提到阿森纳技术流 对不对 你提到国际米兰 毕竟在一甲 我们就说以防守为主 然后在这个阶段 可能整个国能让球队团结或怎样 但是你提到曼车斯特连上 红魔 有永远奋斗的精神 不须不恼的 整个等等等等精神 但是这种精神 当于竞技层面遇到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 精神首先可以弥补 一场比赛 两场比赛 三场比赛 但是他不能弥补总是比赛 对不对 你说你红魔精神 那边说他有蓝 精神差吗 老拿上那一波多怪精神差吗 意志力棒不棒 对不对 所以曼联在整个换帅的过程中 不管是莫耶斯范家 包括我们说穆里尼奥 包括我们说索斯特亚 再到今天老尼克 从来都是说有一种概念 大家看是对不对 就是这个主教练 踢的什么方法 或这个主教练 他是有怎样的打法结构 他不考虑 就我不管你先来吧 手上就这么多菜 然后呢开始我们整合吧 他没有一个绝对绝对 稳定的一套打法体系 说我们就按这个路子 就是走到黑 这个路子走一两年走不通 我坚持还要走 他不是的 他应该是尝试了一年多不行 看外面舆论太大了 第一第二点 咔咔咔 顶不住 咔换 咔咔换 就是我们说的 猴子搬玉米 搬一个扔一个 搬一个 那你到最后 你就是没有坚持一个 统一体系性的东西 所以这是曼联 最恐怖的 那么第二点 也就是这个视频 也很重要要说的 曼联接下来 再错过了孔帝之后 我个人认为 曼联的重建 斗胆预测一下 还得两三年往后走 很简单 曼联现在想转主帅的话 你只能在英超里面 挑差不多的罗杰斯 罗杰斯是一个不错的 人生最巅峰 就是带着斯图里奇 包括我们说的 索雅尼波带了个联赛第二 对不对 但是更多数 你说他在搜超 当时凯特仁 凯特仁在搜超就扮演啥角色 相当于德甲 扮演蒙尼黑 日本联赛里面穿起前锋 中国联赛前几年的广州恒大 对不对 挑战性不够绝对的说服力 今年带的莱特斯特 前几轮表现不好 最近几轮表现不错 对吧 但是他也没有那点意思 毕竟他没有经历过 绝对的这种豪门的洗礼 取得过比较质变的一些成绩 像不像曾经的莫耶斯那样 莫耶斯当时带这种球队 也带的也很牛呀 为什么 对不对 你就相当于来了 可能就是一个3.0版的一个莫耶斯 这个3.0从哪里来理解 当罗杰斯来了之后 踢好两三场 你觉得不错对吧 但是当他踢的一般的时候 你看着英国的媒体 包括这些 又人蹦蹦蹦出来 因为罗杰斯在他们心目中的 本身的公信力 就没有达到这个位置 大家说对不对 他又可以出来 一亿论 点评的风度 再去叭叭叭叭 慢慢继续这样的循环 同理我们再去看一下 外面的这些好的主角量 说的 我们说滕哈格 滕哈格不管怎样 他就没有经历过英超联赛的这种洗礼 他就没有在英超取得过 所谓的这种 这种经验 对不对 那你还是一个博嘛 包括我们说的巴尔韦德 巴塞罗那 巴尔韦德这个主角量 如果去曼联了 他就只适合 之前说的 也是一个二级毫文的一个水准 踢球打法太小加斯奇 他到曼联去 你看着 我猜一下 跟之前 于平跟什么目的尼尼尼尔时期都差不多 第三 你现在还能想到谁 就我们说波切迪诺 波切迪诺去曼联 我独胆预测 最少曼联能恢复正常 得到2024年 最少 波切迪诺现在把大巴黎带成这样 玄学中的玄学 所以就是 如果波切迪诺去了曼联 所有的巴黎一球迷 上高厢 不信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说的 曼联接下来 真的 你到今天已经分不清 曼车自测联这个队 到底从今天这种义和摊 是谁的问题 主角量问题 管理层问题 球员本身水平问题 OK 结束 第三期继续讲 竞技层面 是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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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